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Wing 除了長洲 相信大家聽得最多的就是南馬島 但原來我是從來沒有去過 就是現在我身著中南的四號碼頭 準備搭杜輪過去索富灣 完成一段超容易的遠足路線 再探索南馬島的美食 現在馬上出發 剛才坐在露天位 超舒服 但我的頭髮出得暖了 現在我會沿著索富灣的南馬島家樂徑走 全長大約5.6公里 今次我就選擇運遊樂場這個方向出發 如果大家想上去寧角山 就可以沿這條石路走 而今天我就會繼續沿家樂徑 帶大家探索不來的村落和海灘 其實整條路都是石子路 所以很舒服 不要看現在那麼曬 我又馬上有樹蔭 那些不是青蛙叫聲嗎 這些是很明顯的烏鴨 在我身後就是毛澤灣 如果大家想直接過來 可以在香港仔搭傳紀道的道路 如果人流較少 而且地方偏遠 很多年青人都出外發展 現在常住人口大約有40人 近七成都是租屋的非原居物 當中有不少住是外國人 如果大家想上去毛澤灣 就可以跟這條路走 而我就會繼續向前往東澳出發 在我身後就是毛澤舊村的學校 建於1932年 當時是這條村的私校 後來交通面都方便 學生都去了港島區上學 看來真的很像一間村屋 還有一個井可以打水 石排灣 對於東澳村和榕樹夏村之間 這也是南亞島最大的沙灘 如果大家搜尋南亞島 很輕易就會見到 輕建阿婆豆腐花 當然要發掘一些比較少人知的食物 所以這次我們會試一下 老洲山水豆腐花 由於這裡收不到資料 我肯定那間山水豆腐花在哪裡 所以我就會去一間 比較多人光顧的榕樹夏村士多 我最喜歡吃到黃糖一粒粒 我覺得它的豆腐花挺滑的 它有薑糖水 我超喜歡有薑味的中式甜品 大家看到紅色的一塊塊 是不是叫做紅潮呢 就是那些海藻浮在水面 其實沿途也看到 不少人背著一袋二袋出發 應該就是在這裡露營 東澳村有完全南亞到著古老的建築 紅森宮 佔於124年 這裡亦分隔了六海龜產業地 心灣和石爬灣 這個分岔路口轉了就可以去到心灣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六海龜去心灣產業 但那裡依然是野生動物保護區 每年的4月至10月是不准進入 想不到這裡有多多人走 這個景其實有點像黑羅地亞的沙灘 我們沿路出回來 現在繼續往索古灣饅頭出發 這個方向感覺上 多一點向上的斜路和樓梯 不過今天路程這麼短 當然是容易運動 想不到這樣也會遇到兩個日本人 是不想碰到一塊板 然後說阿滋 今晚是我聽到人的詞語 大家沿著這條樓梯 就可以上去涼亭和鉤石打卡 終於可以享受落斜 這邊的樓梯就沒有那麼密 而且附近也有些樹可以借陰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那麼辛苦 也可以跟我反方向走 而且很快就可以上到這個打卡景點 下來索古灣碼頭路 這裡就是大家可以做起點的天后宮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去南丫島文化村 介紹香港原居漁民的傳統文化和魚耳發展 最基本有80元的成人門票 可以試玩一次無鉤釣魚遊戲 大家也可以預訂不同的美食 例如山滾南丫蟹竹 他們也有賣各款的特色小食和醬料 芒果乾和菠蘿乾都很想試 都是菠蘿乾 好像比較少見 剛剛買完東西 順便跟他說我訂了這個文化村 他就會給我一間船 給我這間小卡 可以玩不同的小遊戲 再加上碗魚蛋燒賣 我現在就轉進去一個小一點的索古灣碼頭 讓師傅過來 來到南丫島原文化村 不要說 南丫島原文化村 南丫島原文化村 日後的小食 南丫島原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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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我想換小食 好,等你等我和你吃了一頓 好,謝謝 現在就來看看木牌 今天的飯糕好香 真的不會吃 原來是說的飯糕好香 今天去膠鏟時 遇到很多熟人 膠鏟時應該跟產糧事 原來是發牌儲賣魚 這個魚排挺有趣 因為真的會跟著海水浮一下浮一下 我挺享受這個感覺 哥哥說後面這裡就是他們養的魚 接下來就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有五十年律師的漁船 這裡應該就是他們睡覺的地方 廚房的煮食用具 五十年前起到的船也挺好 又要做足防水 又要夠大隻去住全家人 你也可以慢慢釣下去和牠玩一下 一吃的時候你就扯牠上來 上來的魚我們就送給你的 決定把這四張都堵在釣魚上面 希望我真的釣到了 還有半條魚 我發現應該是把蜘蛛伸遠一點 那我一釣上來的時候 就不會被網卡住 你都好惹的了 漸了這麼多條都可以上到這麼多 上到這裡 差一點 好笑 我們又回到索古灣碼頭了 首先在船上也跟哥哥聊了一陣子 他說旺季的時候會有十幾間學校去參觀 但今年這樣真的一間都沒有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也可以去支持一下 現在就會沿著街路徑走大約五至六公里 去大家都很熟悉的榮樹灣 南那裡的水真的很清 在蘆蘇城裡有叫做神風洞的小山洞 是二戰時期日本神風突風隊的據點 聽說當時收藏了很多快艇 準備做自殺式攻擊 Hello 果然很厲害回音 這裡遙望到整個索古灣 剛才的文化村就是這裡 發電廠在1982年開始為香港島 鴨利州和南丫島提供電力 2000年代初就是用煤來發電 之後才逐步引入天然氣 最搞笑的是沿途見到一家大小 小朋友經常在那邊 又要走斜坡又要走路 現在轉右就會去到南丫青年營 當然我們就是向左南去榮樹灣 其實沿途都見到很多人對著走 不過也算正常 因為那些人通常是先去榮樹灣 我也不知道原來南丫島是有酒店 其實我很少聽人說會在南丫島過夜 除非想享受這種雨勢隔著 或者外國風情的感覺 嘩我真的很熱 極度需要冰波羅 冰波羅超棒 對上一次買已經是托國人給我管的小食店 他們都只是會用罐頭菠蘿 逛逛逛就來了南丫島 他們是以環保、身體保育為經營理念 會定期舉辦工作坊、旅遊分享等的活動 還有10分鐘到去榮樹灣 過到去就是大飲大食的時候 這裡有連續兩間印度餐廳 這間的豆腐芝士餅都會出名 不過這麼多人知道就不想拍 相信看我的影片的觀眾都知道 我是超喜歡炭水飯的物 所以現在我就會去一間麵包店 製造國度84 因為我和我媽媽都超喜歡吃麥包 所以我打算買這個回去做早餐 麻煩 貝果想加奶油芝士 熱 加奶油芝士 很硬很棒 當它的奶油芝士就每次是爆香 只是薄薄一層 味道也是偏順滑 突然時空一轉來到第二天 因為我準備試吃南丫島的手信給大家看 這兩個就是在國度84買超級聚首的大麵包 另外兩個就是在文化出賣的香港小吃 雖然摸起來很硬但切其實很容易 現在我就焗熱這兩個來試一下 他說自己是用全麥、黑麥、小麥芽粉 和大麥麥芽子 典型的黑麥包應該結構很緊密 非常濕潤 剛才不想焗久了 所以表情可能有點硬 但它變得很綿密 而且我真的會吃到不同紙的味道 這個就是南瓜子酸包 有點像法國麵包 其實裡面也混了不同的穀物 再加上面後的南瓜子口感 非常豐富 接下來就試一下菠蘿缸 我最喜歡的包裝 有這個泡泡 就不用壓我右找保鮮袋 看到也挺多 就是有151g 它應該沒有壓我加太多糖 因為吃下去沒有那種砂糖的甜 咬下去的質感挺好 最下一個就是滑梅肝 我猜這裡可能也有10粒 嗯 很輕 跟其他酸母沒有分別 試完手信 是時候回去繼續旅程 原來我想去這間龍舍吃它的 芝士西多士 是不是我去哪裏的餐廳都會 我已經特意是星期日來 這裡有一間藍島的甜品 先進去看看 麻煩我想要豆腐芝士餅和护梨牛奶 护梨牛奶 护梨牛奶現在沒有 我要一個护梨Tiramisu 謝謝 馬上試試這個护梨Tiramisu 不知道它是特意還是不小心 它的护梨也是偏多粒粒 我不想增加口感 但這樣其實跟Tiramisu就不太合 Tiramisu應該是很滑很Smooth 整個甜品偏乾 可能因為手指給它染得不夠多汁 或者我猜它根本沒有染 因為护梨和咖啡應該不太合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外國風情的餐廳 即是酒吧或者咖啡 所以我決定去其中一間試一下 就是叫Jaybird 我的Coffee Mule出來 超漂亮超吸引 雖然是Mule出來 但它的咖啡味很香 很濃 我完全是喝到看不到口 我的鮑魚薯條也來了 超級超吸引 很好吃 還有粉漿一點都不厚薄薄 一層很棒 然後再試薯條 很脆和一點都不油膩 剛剛這間餐廳真的挺划算 它除了沒有家屋之外 最貴的都是六十多元 而且看到外國人和本地人都會去光顧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 有想吃西式的都可以去試一下 那今天的南瓜島資料就來到這裡 喜歡影片就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最喜歡Subscribe這個頻道 按下隔離的小鈴 那就第一時間知道 我下次會探索香港的什麼地方 我現在要說算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好